一天之計坐於春 新年的頭一天 人人都會想想自己未來一年 有甚麼大計和心願要完成的 我老公從跟我結婚那天開始 整個人都變成了 變得很事業型 整個人躲在寫字樓裡做功夫 跟他結婚十年 還沒跟我去蜜月過一次 今年我幾乎想到那條小子 一定要他跟我旅行一次才行 老公, 這裡有這麼多訂單 我走不走跟你結婚了 跟你簽了 我還有很多酒會招待 展彩都要去的 你放心, 你放心 我替你推了 好… 行了…讓我來簽 好, 搞定 好像有電話來的 我來聽…不用你聽 好… 機票已經訂好了 好…謝謝 老公, 打電話來 說機票全部訂好了 老婆, 你真好 不用說 那你現在可以抽到時間去旅行了吧 當然可以 那你跟我一起去吧 不用, 他幫你 好… 阿兄 你說有什麼事找我商量吧 是啊 什麼事? 關於我弟弟的事 什麼事? 我弟弟今年結婚了 是啊, 恭喜他 我知道了, 當然要找我做伴侯 不是呀 我弟弟結婚了 那他當然要搬出去住 那我家就訂了一間空房出來 是啊…那怎麼辦 我媽媽想租到那間空房出去 但是嫌一間很難租得出去 那倒是… 那倒是… 你房間租多少錢 嫁著我老公難賭真的沒辦法 就算你扣他那些賭本 這樣更壞 因為我打算輸清了 回家裡有吃有煮 所以我一連之計 就要想個絕招 怎麼逼老公戒賭才行 大爺 買… 不用… 薪分薪這麼多 不用付錢老婆做家用嗎 我老婆說 今年被我賭到九屁為止 買一隻離手 四五六 糟了 我送… 不好意思 我送 玩完了嗎 玩完了, 我還有一隻錶 你輸了, 輸得沒得輸了 是啊 還有 好… 今天贏了一點 好… 現在輸乾輸淨 以後你還敢不敢賭 老婆, 你呀 張仔給我輸了 她說我夠不夠膽 把一個月的薪金輸完 輸了他 輸了十塊 這次我還不贏, 十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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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